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河妖猴哈的河 冬天就想吃日料第二单 今天是小伙伴请我吃一个日式简餐 99块钱的一份套餐 两份蛋猫饭,三个小时 要是我自己,我觉得我是不会去的 有点亏的感觉 这个傻子这次终于知道了 把手机插在车上充电 录像的时候就会没有声音 哇塞,看到这个量 我这价格的偏见已经消失了 这份量太足了 咖喱鸡排蟹肉蛋猫饭 很脆哦 咖喱是选用的黄咖喱 试试我这份 传给小伙伴 日式鸡块蟹肉蛋猫饭 看我这份蛋猫饭做的更优秀了 我想像厨师学艺一家 还有蟹棒 各种预感,我的这个可能不如我小伙伴的好吃 鸡肉看起来比较干 不像小伙伴的那个鸡排,特别酥脆 也还是可以的 这两者比较更推荐鸡排的 看一看看一看 这个蛋猫饭做的太优秀了 不给它破坏掉心里难受 又滑又嫩 这个水平很高 张鱼烧 你对张鱼烧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 我觉得大部分95年以前的小伙伴 看到张鱼烧第一个想到 都是西安商场那个特别帅的小哥哥吧 做的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赵鱼烧酱调的不错 酸酸咸咸的很够食欲 喝一会儿 抹茶大福我们的超伙伴人有两个 好软啊 外面是抹茶粉加椰蓉 中间一层凉凉的冰皮 那里又是抹茶味的冰淇淋 那里又是抹茶味的冰淇淋 而且很高 吃了给炸肉盘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 前两年大众点评 有一个517活动 今年的517活动 就每个店可以免费吃一个菜 我就中了一家日料店的日式炸猪排 你就去那儿就吃了一个日式炸猪排 对 你只吃一份呀 我到那儿就点了一份 免费的日式炸猪排吃完就走了 这家猪排可能会不好意思 这就是我总说的 活着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还是为了自己活 我就不是特别在意周围的人的眼光 你本身就生活在这个生活环境下 嗯 你就应该 你就应该去观察一下别人对你什么印象 至少你不用太好吧 但是也不用太坏的印象 我不在意别人对我的印象 接受不了别人 比如说对我 那你印象不太好啊 就是背地力套 说你这个不好 我就不接受不了 原表面说话 他这种事我都控制不了 我就更不会管别人背后说我什么了 那样活着不是很累吗 就只要自己开心就可以了 你可能活得通透了 一小伙伴说咸菜特别好吃 就这样把咸菜放在蛋包饭里面 很少几米的样 大部分人还是比较在意别人的想法 不是大部分人 我觉得10个得有9个事 要在意别人的想法 是吗 嗯 好吧那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 我就会有好几个人和我一样 就是自己开心自己快乐就可以了 不是特别在意别人的想法 咸菜是真的好吃 尤其是它的口感 特别脆爽 咸菜和咖喱饭拌的一切相得益彰 大家吃咸菜已经好吃了 那可咱俩不硬 我不爱吃咸菜 但是这样搭配起来 就是丰富了口感了 最近我还讨论要不要买的那种 稍微好一点的车 现在车到比赛里还得挣点钱 我要买好车呢 不仅不挣钱还赔钱 但是好看呀 你给别人的面 那个房子都好看 然后你是为了好看呢 还是为了赚点钱 我最吃上了 所以是为了吃喝还是为了给别人看 这不还是刚才那个话题吗 到底是活着为了自己 还是活着为了活给别人看的 这个都重要 我觉得还是为了自己更重要 这个转我想到了前阵子 有一个欧洲朋友来这里 以前他特别开心 说中国的共享单车产业特别发达 他想在中国骑自行车 打了以后他就说 我不要骑自行车了 中国的马路这么窄 为什么都是这么大的车 他就观察了下面 说中国的停车位也特别小 停车位还少 怎么都买大车呢 然后就告诉他为了面子 我就跟他解释在中午啊 面子是可以得到礼资的 表面上看 社会也别人看 为了面子实际上是为了得到礼资 得到利益 我看一张好设计弹生 有可能是弹成的 我看一张货下力去 可能生意就黄了 比如说我们穿的好看 打扮的好一点 你在路上寻求别人帮助的时候 别人可能就帮你 但如果你打扮的拉拉塌塌的 都来不及你去上去寻求帮助别人 就会避开你 其实有时候呢 穿着好看 你自己有自信 你除了自信 我想到了朋友说我健身 他说 你总说你活着是为了自己 不行健身干嘛 健身不是给别人看的吗 我觉得 他是不知道我健身的目的啊 他以为我要练的那种 小西腰小西胳 小西胳不小西腿 这个也和水梅有点关系 就是我特别喜欢 时女故事里女主 Joel Osborne的那种体型 就看起来虽然娇娇小小的 个子很小 但是很壮很有力量那种感觉 我就想练成内压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审美 但实际上我真正健身的目的 不是为了什么体型好看啊 不是线条啊 我真正问题就是为了健康 为了舒服 我练经常说你可以少练点腿 你现在腿已经很壮了 但是我就是喜欢练腿 因为我觉得 你就是到了老了以后 腿有力量的话 身身都会特别舒服 都会有力量的 如果腿有问题 其实你身体的其他部分 再强壮也都白搭 你可以看到了 一开始还行 现在美感不长力 对啊 现在看着那样 是的 吃咖喱就是这个样子的 美观上看起来 稀乎乎的一团 但是好像咖喱很难做的难吃 只要做咖喱就都很好吃 那你那次说的那个 施女的腿是好看吗 你一直推荐吗 好看前面推荐 特别是第四季 因为介绍介绍 前面就不说了 就是说第四季 对激烈国的真正目的 人民的生存现状 心智不成熟的小孩 被洗脑后的想法啊 行动啊 自由世界为了情报 对受害者的不公平 偷袭的太深刻了 对 还有一半无脑白者的出现 相信残暴集权者的那种 救世主言论 支持激烈国的残暴集权恐怖统治 太真实了 而且让我觉得这个 残暴集权制度一旦建立 就是发起者 就能阻止它的运转 而被迫卷入其中 这么多你都吃吗 太强了 太强了 不要掉不要掉 是啊 最后一口我真挺觉得 身材太小了 身材太好吃了